我們今天要當海盜一下 我們要來尋寶的 那那個 我相信大家 簡報大家都很會對不對 你應該可以很肯定的啊 你應該很有自信 因為從小用到大 沒錯吧 那個圍繞的powerpoint 用到快爛掉了 就因為用到快爛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奇怪 總是覺得 好像 簡報只能那種方法 對不對 有點可惜 簡報的呈現方法其實有很多 那微軟只是一種方式 事實上在蘋果上 還有一個軟體也不錯啊 叫Keynote的樣子 好那個也是類似微軟簡報的方式 那做起來也不錯 只是那是蘋果的 Mac上的 那另外呢像 免費的軟體 各位還有用過什麼 像那個OpenOffice裡面啊 有一個impress有沒有 他也是跟那個 powerpoint類似的 那這三種 其實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就是一個slide 就是一張一張 簡報這樣慢慢播放 所以 跟我們今天講的 這個place 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這個呢 他可以有線上服務 也有 你可以下載下來的 就是桌 Desktop的那種桌 桌上版的 也有桌上版的 所以 你可以選擇 但是桌上版的話 原則上是要付費的 你如果沒有付費 就是30天使用 30天使用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裡有什麼不一樣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現在看到 第一個 當然要註冊一個帳號 他是一個線上服務 所以 要麻煩各位呢 你準備來這邊 先註冊一個帳號 那他的網址呢 在這邊 你可以直接到這個 網址這裡 這樣看得清楚 PREZi.com 好所以您到這邊來之後 註冊一個 我到這邊 給你們看一下 那我剛好稍微試一下 好像今天 從學校這邊連上去比較慢一點點 好那 沒有關係稍微等待一下 那麼 您在這邊我先登出 進來之後呢 您在右上角這裡 就有一個Sign Up 您可以登入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不要用這個Facebook帳號 跟他做連結 好如果你要跟他做連結的話也可以 那這樣就連 那些資料都不用再打 那 留意一下 我們這邊 您先看一下我們簡報裡面 這個 他有分幾個帳號 不同的 那種類別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一般型的 那一般型的他總共有100Mb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100Mb的空間 那原則上呢 只能就是線上編輯 只能線上編輯 而且就是你的簡報只能設為是公開的 只能設為公開的 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的那一種 都可以看的 那麼 像各位呢 不管是老師也好 學生也好 同學也好 因為大家都有學校帳號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教育版 教育版的話呢有500Mb的空間 那你除了 還是一樣在線上編輯以外 那你可以 設為公開或私人 那這樣其實就 各位在用應該就比較方便 500Mb其實 好像不是很多對不對 可是說真的你簡報 真的沒有用到那麼多 像我現在用到現在也才 用了10幾Mb而已 我大概上面有大概10幾個 那個簡報 可是也才10幾Mb 所以其實還OK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說 我覺得真的好用 我也想要再更多一點空間的 這裡呢 還有就是 Pro版的 就是付費的 付費的 那付費的話呢 它這個 Enjoy版本 事實上這個Enjoy版本 就是我們的 等於是 把一般的帳號變成 教育版的那種 有沒有 500Mb的空間 線上編輯 這樣你大概了解 所以現在還是學生 有很大優點 那 另外呢 如果你要在Pro版的 多一點空間的 2G的 它一個月更多 不過我想呢 其實各位 先 免費的先用就好 等你覺得說 我真的空間不夠了 或者你想要 再有更多的服務 比如說你想要用什麼 離線版的 就是我們 待會兒用的那個版本 好你希望說我以後都可以繼續用的 你就 再 考慮用付費的就好 那 這個裡面呢有一個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 申請的時候你不是用 因為我們的 如果你用學校的那個信箱 後面是不是都EDU 對不對 不管有沒有TW都沒關係 反正就是EDU的 那它就會變 500Mb空間 好500Mb 如果你之前 比如說像我之前 我早期 我剛開始申請的時候 是用一般的帳號 比如說用Gmail的 或Yahoo的 那它不是EDU的 那你也可以再轉換成什麼 再把它轉換成 教育的 免費的 好這都可以的 這個是 呃 您可以 看一下 所以呢如果假設 你已經決定好了 我就要用學校的來申請 請你 從我們剛剛的Sign Up裡面進來之後 往下走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一個 Student and Teacher 他弄得比較小一點 因為他想說你不要 增情那麼多 開玩笑 反正他弄得比較小 你如果是一般的呢 那你就是在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 他有告訴你有沒有 這個是100Mb的 那你下來一點點就可以看到他了 所以你點進來呢 這邊 EDU Enjoy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版本 EDU Enjoy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版本 這樣是500Mb的空間 這樣沒問題吧 好所以就麻煩各位囉 你可以來這邊申請一下 那 如果 你不是真心的 你想來玩看看而已 那各位其實你也不一定要用學校的 好 你就 找一個關鍵字 各位 有沒有戴過那個拋棄型的眼鏡 有嗎 信箱有拋棄式 是的 是的 所以呢麻煩你 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你就來找個關鍵字 這樣可以嗎 信箱也有拋棄式的 各位都看過那個mission impossible 時間到了會自動銷毀那一種 你有我最喜歡最常用的應該就是10分鐘自動銷毀型 因為我們後面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紹就是有些 服務我就 不太想 把自己的資料曝光啊但是現在很多人註冊之後要怎樣 要 收一封信去確認說是不是這個人啊 對不對 好那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OK 那 其實Place還不錯啦 你今天不管用什麼帳號註冊 他都沒有打擾你 所以你只要註冊過了 不管這個email存不存在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像我今天早上我還特別試了一下 這裡 我有一個測試的帳號 你看這樣子 這種帳號也可以用 可是被我註冊走啦 不好意思 你不太用了 OK 好吧 那我就把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你先稍微註冊一下 priezi.com 好那麼如果假設你是用這個一般帳號的 那你想要去upgrade的話你如果登入之後你在右上角這邊有你的 帳號對不對 你從這邊進來 從這邊 帳號的設定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這邊去看到你的帳號是哪一種你從下面這裡 他會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這已經升級過了 我的這邊有沒有發現我的現在用叫EDU Enjoy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你總共500Mb的空間 你看我現在採用了100%而已 沒錯吧 所以因為你簡報上面其實 空間沒有 沒有占很多 沒有占很多 所以如果 你在這邊 假設你要升級 這邊他可以選擇 那你就 選完了之後 upgrade your license 就好了 好那這樣就可以變成EDU的 只是他會寄一封信 到你的信箱 確認一下 你是不是拿帳號的 這個地方他就會有一個就是要你 點 點了一個動作 那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 可以再往下稍微看一下囉 你如果準備好之後我們先來看幾個 就是這個place的 好不好 他上面其實也蠻多的 你看看別人的 你就發現說 喔原來 其實要做簡報的時候 好像 不是只有微軟那一種方式 有好多種 那 這裡呢 我有先把它錄下來 因為我怕說網路速度太慢 所以我先把它錄下來了 好 直接從後面這裡就好 好這裡有一個 那 這個部分其實在各位的那個 紙張上面也有 有沒有 他事實上就類似什麼新制圖的概念 一整張就好像我現在給各位的一樣 只是我把每一個主題他就每個主題就等於是一個什麼 一個slide 就是一個像我們簡報的一個slide一樣他就是輪印到裡面去 等一下我們後面要跟各位介紹一下他 的 操作的方法 你看也可以做動畫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真的比較不一樣 雖然可以 有room in但是他字 原則上是不太會 因為都是向量的 好所以 字都還看得很清楚 除非你是點正圖 點正圖那一般我們 輪印鏡的話就要看你的解析度你射多大 你如果真的很小的那當然效果就比較差一點 這個是一定的 好 看完這個我們先看下一個 這一個 事實上他也可以射成自動播放 跟那個PowerPoint那個都一樣 比如說我要幾秒鐘 自動換下一張 這樣 好 這樣OK 這樣OK 事實上我這個是 他有的簡報是有聲音的 我是沒有特別把他錄下來 好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我們就稍微比較快一點 看過就好了 像這個的話他就跟這個flash 搭在一起 所以呢 他點下去之後他會有動畫 這樣可以啦 等一下呢 除了這個以外呢我們在給各位的簡報裡面你看一下 這裡有好幾個我幫大家準備好的 這個 他可不可以做超連結當然可以 所以如果說我的裡面內容簡報內容可能有超連結的你還是可以連結出去 這可以連結出去 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你要怎麼去設定 好 像這樣子 那 最後呢其實你可以看看他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那些專家 看看人家做的 事實上你到他的網站上的話你可以來看看 他的網站上面呢有 這邊 你可以去 瀏覽別人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100Mbps不是就只能設什麼 就是公開的對不對 所以 有很多人做的都很不錯 那 最重要是他都有幫你做所謂的分門別類 你可以去看看別人的 那再來回來看看微軟的簡報 你就發現說 真的 原來簡報世界大不同 Label差很多 不是說微軟簡通話就不好 只是說 你可以試情況讓你多比較多呈現的方法 一樣的事情 不同的觀點不同呈現方式看到的 就會有不一樣 這樣沒問題了吧 好所以呢 在這邊呢我們給各位看了幾個這個觀摩之後呢 您先 我再把畫面還給各位您再看看 看能不能用您的就是我剛剛帳號有問題的 您再 稍微用FB的或重新登錄一次看看 其實可以的話我通常都比較建議各位 可以用這個 Google瀏覽器或者是這個火鍋 阿一 不得已才用